美國決定制裁11個中港官員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名單都異熟冷場 也不需要在這裡一日介紹 不過今天反而想就著這個議題 想跟大家討論往後的局勢發展的可能性 簡單一點點提去說 我認為香港正踏上一條不歸路 而在最近香港在中美爭霸之下的局勢的發展和背景來看 就像太陽由東邊升起一樣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會說一個由最宏觀的角度 從高空3萬呎跟大家分享政治、經濟和投資方向的頻道 大家都知道香港過去的角色就是作為中西之間的橋樑 無論是人和資金都是經過香港進出中國大陸和西方國家 香港今時今日在十字腦口裡 其實我們似乎沒有想著向左或向右閒 而是全速前進地向前衝 較早之前我們也分享過一段有關於孫子兵法的文章 說到中美爭霸的一些內容 其中提到一弱道 即是政治 大家都要自己的人民或者自己意識形態裡的人都歸邊 靠邊站來統一回自己的戰線和陣營 今天會介紹第二個有關於孫子兵法的概念 其實就好像今天中美爭霸大家都在用的一些伎倆 這個就說 故八戰八勝 非善之善者 不善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意思是怎樣呢 你打仗都贏 不代表最厲害 最厲害是什麼呢 是不需要打仗 都可以控制到對方的兵 或者叫做對方的人 才是最高的一仗 其實不單是 21世紀的今天 大家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其實德國和英國雙方都有曾經使用戰機 不是軍炸對方 而是派傳單 即是說對方的政權 才是我們的敵人 並不是代表對方的人民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在今天中美爭霸來說 美國如果要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其實基本上 過去都是透過意識形態的宣傳 簡單來說就是美式的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觀 這方面其實在很多不同的戰場裏面 美國都 不要說八戰八勝 但是從屍顧忌 都拿到不少的甜頭 我們可以看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有關於他的自傳 其實當中也提到 他一些思考的模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Highlight了的部分 其實幾個字就可以概括地說出來 簡單來說就是 信我者生 亦我者亡 即是說你根據美國既定的全球秩序 你去行使的話 你就是我們的盟友 我就會給你甜頭 你會因為這樣而得到好處 但是如果你沒有根據 美國制定的全球秩序 你去行使 或者去生活的話 你就會受到一個打壓 或者是一個攻擊 當然這裡不是跟大家評論對錯 而是透過參考這些資料 或者說法 跟大家去評價 或者討論今天的局勢 類似這些 例如我們支持民主自由 他們就可以殺我了 有關於六四的時候的事件 直到最近這一兩年 反修禮或者反送中的風波 所引申出來的口號 其實基本上都有一些異谷同工之處 所以這個民主自由 或者普選 這些價值觀 其實往往都能夠 收到這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例如剛剛就在這個制裁裏面 這個裁長武蔭就提到了 美國是跟香港的人民 站在一起 我們會用我們的工具 和權威來打擊 那些傷害 他們自治的人 除了這個武蔭之外 這個蓬佩奧 也有類似的言論 你說中國是不是坐在這裡 任你抽 當然其實也不是 中國雖然未能夠做到 在孫子兵法裏面所說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 反過來 勾回自己國內的美國人 支持所謂的社會主義 或者共產主義的政權 但中國其實也可以團結一些 過去 不被美國眷顧的政權 來重新整理自己的戰線 得到一些小國的支持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要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話 中國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 Defense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中國人過去受過幾百年的苦難 在晚清 去到中共建國之前 或者叫做中共建國之初 受過幾百年的苦難 而這個民族復興的偉大 民族的中國夢 正正就是中國一個很強大的 Defense的一個Mechanism 或者是一個Weapon 所以大家看到 不同的中國的文宣 基本上 都會將香港的事務 和14億 的人 中國人民的 生活 或者幸福的福祉 畫上一個等號 所以今天來講 大家看到世界兩大的陣營 其實就是 用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 對戰著中國 因為受過這麼多年的苦難 民族復興的民族主義 剛才雖然我們看到 美式的民主 其實在全球都收到一個 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民主自由的一個 普世的價值觀 但是這邊相 其實中國的民族主義 這張牌 其實那個 中國的力量都不弱 我們看到 其實有關於這方面的 民族主義的 資深 或者叫壯大 其實在特區政府的官員 說法裏面 我們都可以好看得到 其中一個表表者 就是林鄭月娥 剛剛在她的社交網站裏面 已經說到 有關於美國制裁對她的影響 說她對美國這個國家 非常之不向往 還有說到她的辦事 很粗疏等等 這些好像小學生 吵架的一些 文章 所以如果要說到 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個戰場裏面 美國雖然有一個 很powerful的武器 但中國的防守力 其實一點都不弱 我們看回香港本身 反對派的言辭 比如毛孟靜 說到 有關於 美國制裁 11個 中港的官員 這件事 當然 感覺上 這件事 為香港人 出了一口氣 但是 劉小佳 也不蠢 在最後說 美國這次的制裁行動 其實會反而 不說反而 是很正常的 會激起中國 更加強烈的 應對 反應 因為去到今時今日 基本上 這個民族主義 開始了之後 其實就很難 突然之間 要 pause 停 停 只可以繼續向前 所以這一個 大家互相 你一拳我一腳 互相去制裁 反制制裁 反制的情況 是會繼續 不斷地 越演越烈的 老實說 這些推斷 我相信正常有 中學生的知識 都不難去推演 不過我們 很多時候 當局者迷 大家都會認為 美國的制裁 可以令到 中國的跪低 又或者有 強大的 祖國的 後盾支援 我們終會一天 就可以打贏這場仗 所以無論基本上 支持民主自由的價值觀 還是支持中國 民族主義的 偉大復興 都好 其實基本上 都是很天真 很傻 認為這件事 很快會完結 其實真的不會 所以說時遲 那時快 很快 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警察 很快就拘捕了 黎智英 之前說 國安法剛剛推出的時候 就好像 一把刀 或者他如何行使 這個法律 其實 可以很闊 之前很多的 影片我們都說 他寫了這條法律 究竟他如何執法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現在 寫了這條法律 你行動 去制裁我們的官員 我就還拖 去拉 支持你的 陣營 所以其實雙方 都會不斷地 你一拳我一腳 借入美國 也會因為 你 繼續 去打壓民主自由 或者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 再加強力的制裁 然後中方 又再去到 統一自己的戰線 拉起 民族主義的旗號 大家 會問一個問題 那些人會怎樣想法呢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重賞之下 就必有用戶 有時候又誤到你不去想這些陰謀論 為什麼 因為 剛剛黎智英被抓完之後 今天這個壹傳媒的股價 就升了好幾倍 是說了幾倍 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一個姿勢上的支持 第二個情況就是 類似一些安家廢的形式 去派發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題 其實中美之間的新冷戰 已經可以開始了 大家都不能夠倖免 唯一 大家可以做的 是指求多福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推斷 在大家都 互相去制裁反制制裁反制之後 其實出來逛的人就自然遲早都要還 自然大家就要知道 我要做一個行為 自然就是一個明馬實價的情況 當越來越少人願意去參與這個遊戲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的官員就慢慢會成為了一些什麼呢 比較強一個中共或者叫做中國民族主義的人 才會成為香港的官員 其他人有機會會去名字補身 而慢慢在這個所謂以分法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會繼續走向支持中國大陸 或者叫做中國人民偉大復興的道路 但由於這個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已經藉在香港人的心裏 美國的確可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但問題就是 兩雄雙魚 基本上很難很快地分出一個勝負 如果沒有辦法伸出勝負的話 這場的冷戰或者叫做戰爭 或者叫爭霸 起碼都玩好幾年 十幾年以上 或者我在這裡做個預測 摸著花生看 很快就可能會有香港的官員的家人 或者香港的前官員 在美國或者西方國家被捕 或者找到一些犯罪的證據 說了這麼久香港在中美爭霸的角色 我們回到全球局勢多一點 或者看多一點歷史 在環球地緣政治裡 其實經常都出現這些類似制裁的狀況 不過只不過在香港 過去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很少會發生這些情況 因為大家都疼香港來玩 讓我們看看過去的三幾年 美國其實制裁俄羅斯 或者車神的官員 經常性都有 但你又看到 特朗普和普京 表面上好像挺朋友 在這個國際的環境裡 經常性都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實是難分敵我 但今次在中美爭霸情況之下 有少少跟美俄的關係不一樣 美國人心目中俄羅斯是一個地區的強國 但中國是來挑戰世界霸權的一個泱泱大國 如果我們再看多一點歷史 中國人經常都說 香港人勾結外國勢力 我不可以說這是錯的 不過在歷史上 其實經常性都發生類似的事情 遠至去到我們的 吳三鬼飲清兵入關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再到近一點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歐洲戰場 當年有種說法 就是這個列寧在推翻俄羅斯 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前 其實就是投靠於當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和俄羅斯對敵的德國 所以到了最後 布爾沙皇一推翻了 原有的沙皇的政權 之後 跟德國廣和 甚至是各地求和 我經常一句說話掛在後面 是非對錯固然之重要 但結果的好壞 大家又怎樣去衡量呢 大家都是活在地球村裏面的人類 又怎樣去分內和外呢 其實這個概念 真的比較困難 但一件事在二戰的歷史告訴我們 當一種意識形態 和極端的民族主義 兩股勢力之間 互相去抗衡的時候 往往就是 大型的悲劇的發生的開始 無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的納粹德軍 還是 比較近一點 在柬埔寨屠殺 這個二百萬的柬埔寨人 這些歷史我們仍然 歷歷在目 有時我們讀歷史書 只是一頁字 但是 卻是一代人的 一生的 生活 既然一開始我們都說到中美爭霸之下 香港的局勢 會越來越亂 是好像太陽 由東邊升起一躍 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說一個概念 其實 這個地球裏面 人與人 或者國與國之間 大家互相去有 interaction 或者相互的影響 其實在人類五千年的歷史裏面 每一日都如同 太陽由東邊升起一躍 是我們需要處理的議題 在一陣片尾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一段中國幾千年來的版圖的轉變 大家看完之後就會明白 內外根本就是難分 平衡時空 萬赤高空 正經融通 投資輕鬆 recommen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